好 那么然后看一下啊 我们说FastDFS呢 他呢去可以呢上传这个文件 也可以呢提供这个文件的下载 但是但是啊 FastDFS本身这个系统啊 在用户量比较大的时候 他提供的这个文件啊 内容的获取 他的效率是比较慢的啊 比较慢的话 那我们如果用户量比较大 我们怎么去获取这个 里面存储的文件啊 需要呢去借助于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叫做NZX啊 那么NZX呢 他呢其实呢就是一个web服务器啊 他也是一个web服务器 我们的run server是一个web服务器 那么NZX呢也是一个web服务器啊 那么这个web服务器呢 他可以呢去配合这个FastDFS呢 进行一个使用 并且这个服务器 他呢在这个提供静态文件方面的 效率呢 很高啊 很高 那我们之前在讲这个pand高级的时候 你应该讲过这个web服务器啊 那么本身啊 这个NZX内部呢 他的一个实现啊 就他接受这个请求的时候的 他使用的就是这个web服务器啊 他使用这个web服务器 就是这个web服务器啊 所以呢 他的对于这个用户量 请求量比较大的时候啊 他的效率是比较高的啊 他能扛得住这个压力 并且他提供这个静态文件啊 效率也是很高的啊 这是我们的NZX啊 那么你知道他之后 我们现在呢 上传文件 我们是直接上传到发的DFS 但是呢 我们获取文件的时候 我们说就要借助这个NZX服务器啊 那么知道他之后 NZX的话 在我们这上面呢 你也需要去安装这个NZX啊 安装NZX的话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两个包 那么这两个包呢 首先在我们这边啊 也是在我们 这里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资料里面 资料里面呢 有这样一个这个是NZX安装包 对吧 那么然后呢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FastDFS NZX包的啊 就是NZX呢 如果他想要跟这个FastDFS呢 配合使用 那么需要呢 在安装NZX的时候呢 给他多安装一个附加的模块 哎 这个就是FastDFS NZX的模块啊 那么这两个呢 在我们这边你做安装的时候 首先你需要呢 去解压NZX这个包 对吧 解压完之后 再去解压说这个FastDFS这个NZX模块的这个包 解压完之后 那么进入你解压的这个NZX目录 然后去执行一个 哎 那么执行一个啊 预编译的一个命令啊 预编译的一个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什么意思呢 后面有个参数叫做 刚perfect啊 这刚perfect就指定啊 你这个NZX的安装好之后 你要安装到哪一个路径下方 我们在这里面指定的是这个 User Local NZX啊 就在我的NZX安装完之后 我要给他安装到这个User Local NZX下面啊 那么同时呢 在安装的时候 本身呢 我还要 我为了让NZX能够跟这个FastDFS呢 进行一个配合的使用 我需要再给他指定一个参数 叫做AdModel啊 就在里面呢 安装的时候去添加一个模块 添加的就是我们FastDFSNZXModel啊 这个模块 那么这个AdModel后面写什么呢 哎 就是需要去写安注意啊 需要去写 这个文件你解压锁之后 你在哪个目录下面解压锁的 你需要在后面呢 写上它的一个绝对的路径 然后斜杠后面呢 再有一个SRC 就是在你解压完这个东西之后啊 写上这个文件 解压锁之后的一个目录的绝对路径 然后呢 斜杠它里面的SRC这个文件夹啊 在这里面加上这个东西 好 加完之后 你在这里面哎 弄完之后 下面下一个命令 叫做.make .make呢 就是进行一个编译 好 编译完之后 Studio make Install啊 进行一个安装啊 速度make Install make是编译 makeinstall呢 是安装 那么安装好之后 那你注意你的NGS安装在哪里呢 它就安装在这个UserLocal NGS 这个目录下啊 就在这里面 在这个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CD UserLocal NGS啊 它就在这个目录下方啊 目录下方啊 就在这里面 这就是安装的这个NGS啊 然后呢 安装好之后 我们下面要说的 你就是需要呢 进行NGS的一个配置啊 一个配置 那么这个配置的话 首先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你需要配置哪些地方啊 你需要配置哪些地方 那么 需要呢 去把FastDFS NGS model 解压缩后的这个目录下面的SRC下面有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叫做ModeFastDFS.config啊 你要把这个配置文件呢 把它拷费到我们的ETC FastDFS下面的哎 拷费到ETC FastDFS这个目录下方啊 拷费过来之后呢 你要去改它里面的内容 改它里面内容 改哪几个呢 首先有一个 就是 Connect的Timeout啊 就是连接这个哎 FastDFS的一个超时时间 对吧 然后还有个Tracker Server 这个Tracker Server呢 就是你去通过它呢 去指定对吧 这个Tracker Server的IP和端口号 好 这里面呢 还有个叫做UIL has group name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访问这个FastDFS文件里面的时候 这个路径里面带不带这个组的信息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给它设置为处就是带组的信息 那么这个组的信息是哪一部分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在我们刚刚创传这个文件的时候 这前面这一部分信息呢 就是这个组的信息啊 所以呢 我们在访问一个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路径里面呢 是有这个组信息的 所以你要在这里面给它写上一个True啊 写上处 OK 那么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叫Storage Pass啊 Storage Pass就指定 哎 你的FastDFS 它存储这个文件存储在哪一个目录下面啊 哪一个目录下面 就HOME Python下面的FastDFS下面的Storage啊 这里面呢 其实就修改我们这个ETC下面呢 就在我们这里面 哎 CD ETC FastDFS 然后在这里面 C2 VI 哎 这个 我们的这个 Mode啊 Mode FastDFS 修改这个文件啊 修改这个文件里面内容啊 这里面内容呢 哎 那么 现在我们给大家说的就是修改这几部分内容啊 这几部分内容啊 然后还有下面的这个Track Server啊 Track Server 然后还有这个 哎 UIL 还有Cast Group Name 还有一个叫Storage Pass啊 Storage Pass OK 那么这个呢 现在我们也给大家改完了啊 你把它改完之后 对吧 下面继续去操作啊 操作干嘛呢 拷贝文件 拷贝哪一个文件呢 FastDFS这个文件 目录下方有一个 HTTP Config啊 那么这里面你要注意啊 在这里面呢 SudoCP解压缩后的FastDFS 它的目录下方有一个Config目录啊 有一个Config目录 Config目录中有这样一个文件啊 这里面少一个啊 Config目录下面有一个叫ITV Config 你要把它拷贝到我们的ETC 哎 这个下面啊 然后呢 再往下 再拷贝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它呢 也是这个FastDFS Math目录下方的Config目录中的 哎 这样一个文件 把这个文件呢 也拷贝到我们的ETC FastDFS下面啊 把它这几个文件都拷完之后 下面呢 你需要呢 去编辑这个NGX的配置文件 那么NGX的配置文件 它在哪呢 我们说NGX呢 就安装在了这个 UserLocal NGX这个目录下方啊 在这个目录下方呢 有一个Config文件夹 NG啊 LS 有个Config文件夹 然后CD进入这个Config啊 然后LS这里面有一个文件 叫做NGX点Config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NGX的配置文件啊 NGX的配置文件啊 这个呢 就是NGX的配置文件啊 在NGX的配置文件里面呢 我们啊 为了让哎 这个NGX呢 能够给我们提供FastDFS里面的文件 我需要呢 去添加一个配置的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说一下啊 在这里面 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 首先简单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叫做ITB对吧 ITB 然后呢括号 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它的一个块啊 这个ITB呢 就代表这个ITB的协议 然后再往下呢 这里面有一个server的这一个块啊 server这个块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就代表是一个服务器啊 是一个服务器 那么listen呢 后面写了一个888 就代表呢 是监听这个 哎 端口号啊 监听端口号 我们监听的就是这个88888 然后呢 再往下呢 哎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这个啊 server name呢 就指定它的一个 哎 服务器的一个 域名啊 它的名字 localhouse 我们就写一个啊 然后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location 这个location代表什么意思啊 这个location 就相当于我们在将购里面 配置的这个url啊 url 那么 这里面呢 这个其实呢 就是 波浪号呢 表示进行一个正责匹配 那么匹配什么呢 只要这个地址里面出现这个 group 然后里面包含这个数字 对吧 哎 他就会执行这里面的东西啊 叫做ngxfastmodel啊 这里面什么意思呢 只要你访问我这个 ngx这台服务器的时候 你访问的这个地址里面 如果出现他的话 他就会去 ngx呢 就会去 哎 就会去啊 去找这个fastdfs 从fastdfs里面呢 把这个文件呢 给你拿过来啊 给你返回 OK啊 这里面是他的 一臂的一个作用啊 一个作用 OK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你就 你在安装注意啊 你在安装好之后 那么本身 我们的 哎 ngx里面呢 是没有这一部分的啊 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需要呢 把它拿过来的这一部分啊 把它拿过来这份 好 拿过来这一部分之后 下面呢 你就可以呢 去启动 ngx啊 启动ngx的这边 在这边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保存 保存完启动ngx之后 我们在这边 先给大家看一下 随度 psxgrap 我们的ngx啊 那么ngx这边呢 它已经启动了啊 已经启动了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启动啊 ls 这里面是这config目录 对吧 cd点点回到上你目录 也就是这个目录下方 那么有一个 sb 在这个sb里面 cd进入sbls 你可以看到一个可执行的程序啊 这就是ngx的启动程序啊 那么ngx的启动的话 已经启动了 怎么停 启动之后怎么停啊 就是sudo 点这个ngx 然后呢 -s后面跟上一个stop啊 它就停了 那么你这样stop之后呢 你在这边 你再去看一下这个东西 你会看到啊 psa是不是没了 正常启动怎么启动啊 就是sudo 然后呢 点ngx 好回上 那么这就启动了 去查一下 它是不是就有了 对吧 有了的话ngx呢 我们说它就是一个web服务器啊 这个web服务器呢 它监听的这个端口号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8888888啊 888呢 你就可以去访问它了 就在那边 我们比如说在我们这台机器上面 哎 我就可以呢 去输入这个127.0.0.18888 对吧 我要访问哪一个文件呢 我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文件的东西呢 给它路径呢 给它跟在这个后面啊 给它跟在这个斜杠的后面啊 那么我们刚刚呢 上传了一个文件 对吧 上传一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 它返回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啊 返回的内容 在我们的 我在这个 好 那么这个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上传那个东西啊 我们再上传一遍啊 发的dfs upload file 然后呢 -etc下面的 发的dfs下面有个 client.config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我要上传桌面上的一个 叫做desktop下面的 fruit.config 好 我一回车 哎 他是不是给我返回这一部内容 对吧 这一部内容呢 就他给我们访问的文件 哪一地 那我要通过ngs来访问的话 我只需要在这个地址的后面呢 跟上他 那么你一跟上他的话 前面是不是 一个斜杠group 作为开头 对吧 看到 看到我们刚刚在这里面 我们说加了一个配置箱 是不是加了他 对吧 他一匹配成光 他就会去 这里面的设置呢 就是让他去找这个发的dfs 那么ngs呢 就会去找发的dfs 把这个文件呢 给你拿回来 哎 然后呢 给你返回来啊 回事 他们看到这个文件 对吧 这样的话啊 我们就通过配置ngs 让ngs呢 去给我们提供这个 静态文件啊 你再去访问一个静态文件的时候 我就不是去找发的dfs了 我是去找这个ngs啊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这个ngs啊 他的一个 哎 安装 还有他 他配合我们的发的dfs呢 进行使用啊 进行使用 OK啊 那么这里面是他啊 那么像这个ngs的话 就在我们讲到最后 我们部署的时候呢 还会再说这个ngs啊 我还会再说这个ngs啊 我还会再说这个ngs啊 我还会再说这个ngs啊